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谈之前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媒体 就是2100全民开奖 他在那个里面 你看看林一是那个时候的最后时间的说话 他的口气 我再次的重申 我没有收费 我也没有会因为所费不成而施压 有没有所谓的6300万 这个是在过去10年收的 没有 任何形式 没有 6300万 630万或者是63万或者是6万3 绝对没有 6300万绝对没有任何形式 是 有没有政治现金 没有 你有查过吗 查过了 8300万的也就是3323呢 我想所费施压的部分 我也更加的否认没有 任何方式都没有 没有 你们听都听外行 不叫所费 我们现在讨论所费 他讲是所费施压 那不一样啊 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 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 谁 你是行政院秘书长 你跟我们玩这种文字游戏 然后说我没有说谎 这 我现在回来回去 大家去回想一下说 为什么林医师会让我们这么的挫恶 甚至于愤怒 就是说过去的时候 他我们就知道长得可爱可爱的 小黑莉这样子对不对 还蛮客气有礼貌 然后突然之间情势 但是你看 从第一天一周看出来 他第一天出来讲一次 没有 第二天按您控告 在开记者会的时候讲了 七次 没有 然后刚刚那制作单位算给我听 他们有去算 到了那一天在涛歌 我还有那黄老师也在场 21次 没有 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人是马英九总统 强力推荐任用 一路不斥提拔 然后这位先生叫做林医师 从口头再过去 08年 06年 一路走来 一直是高举反贪 然后你在拿6300万的时候 不要说6300万 6万3已经是一个贪污 6300也是个贪污 还6300万 还可以再来一个8300万 这样的一个状况 无法无天 这你可能说 他已经是双重个性 但是完完全全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可以用这种方式 其实不是说要去追打林医师 而是说 你知道从2002年开始 那时候我们成立抓毁 这个捉弊小组 然后这个抓毁捉弊小组的时候 其实是一起合作的伙伴 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努力的 谁跟他一起合作的伙伴 我其实是 那时候还包括了像陈文倩 李永平这些人 你说跟林医师 对 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 刚刚也包括了吴敦一 那时候几个重大的弊案 然后包括现在的台电民营电厂的案子 当时都曾经提出来 那时候很努力的去预算书里头 找很多的痕迹 那时候也到各方去搜集很多的资料 坦白说林医师他其实是很聪明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对于这些预算书的了解 也远远超过我们 所以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林医师对于追逼这件事情 他曾经表达了一些不遗余力的 一些坚持的一些力量 那很难过的是 坦白说现在我们所浮上台面的 这一个土力 这一个贪污的这个事情 它是中刚的下游的下游 我们在预算书是看不出来的 在工程发包也看不出来 我们一般社会的民众 其实在表面上都看不出来 原来有这样的利益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权力交给了你 那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是 你应该要把整个的垃圾清出来 可是今天你的做法是 当我拿到的权力之后 我就去分一杯羹 我不是去清垃圾 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第一 过去追过弊案 第二 你追弊案的过程当中 可能不见得知道那么清楚 我们不知道 但你现在知道了 你不是清垃圾 你是分一杯羹 我只是觉得可惜的是 或者我觉得很难过的是 今天有多少人拿到了权力 他过去追打弊案 拿到了权力 不清垃圾 反而分一杯羹 这才是让人觉得痛心的地方 这对一般民众来讲 这没有什么痛不痛心 这种人如果当初自己是站在所谓的反贪 然后贪 贪完以后 东窗事发的整个的态度 还是用一片二片再片三片 那么如果到了这个 大家一直在谈说 这12小时之内发生什么事情 12小时之内如果可以骗 还是骗到底 问题是骗不下去的 这才是让社会大众来了解 一个过去以反弹的执政党叫国民党 一个过去在这个反弹的 这整个的一个政党的组织里面 扮有重量的一个角色 那么居然还可以 这是远比任何 过去你就讲我就是贪污的人 大家无所谓 你现在是自己装的神圣清高 但是做的事情 反而让大家觉得是太恐怖了 这样的一个人 这在上个礼拜三 当这个一周刊刚刚公布的时候 大概礼拜五 也有赵天林说 这个他亲耳听到 那林毅氏说了什么话 如果是的话 我就一刀毙命了 一刀毙命了 然后在当时讲的就是 谁就是不尊重我 谁变 谁就是违背我的命令 中联董事长的人事 是我上星期批出来的 现在换这个姓政的 人事是我决定的 我批的一定处理到 让你很苏喜 很苏喜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你在一旦有这样的这种情况 您是在上个礼拜 还针对这个所谓的一个录音档 做了什么说法 如果他有这样的录音带 我一样希望他赶快把它公布出来 这根本就是断章曲 以花节目 我再三的强调过 他们来的时候 家里还有其他的人等待 其实他这是在玩文字游戏 当一群人在聊天 大家在聊说 行政院的秘书长有什么职权的时候 当大家来做这样子闲聊的时候 他截取了我其中的一段话 去当成我欺压这个人的一个讲话的方式 当大家在问我说 一个秘书长跟一个政务委员杨秋心 他的职权有何不同的时候 这种善调的内容 却被他们截录出来 变成说我在欺压这位陈先生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只要他把所有前前后后讲话的资料 完全公布 我相信大家会知道 林医师没有去做这样的发言 跟这一种作为 这如果到目前为止 印证所谓的一个录音档 是说谎的 在进了这个特征组 如果这个传闻是属实的话 从头到尾 12个小时一直到最后的一段时间 前面也是在说谎的 所以一路走来都是在说谎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叫林医师 这叫国民党执政 他是国民党的秘书长 你自己过去是怎么讲的 拿了一个大旗子 你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叫做这种嘴脸 这种嘴脸在接下来很简单 锁定就是林医师 他是共犯没有共犯吗 整个只有林医师只干了这一件事情吗 只收了这个 2010年收了这个地勇的6300万吗 然后到今年年初 马英九才第二届 这些刚刚胜选耶 2月1号 1月14号 2月1号只不过是行政院任命你为秘书长 2月25号你讲了什么话 3月10号你讲了什么样的话 这不但是嚣张狂妄 这已经不是地方上的那种习气问题 而且是愚蠢至极 这种事情还可以持续 一直到东窗事发 不知反省检讨 还可以用这种欺瞒大众的说法 来不断的混咬视听 如果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 这些共犯是谁啊 形势办不了 你国民党也应该你执政党 你执政党还要等到什么礼拜三 还要等到什么 你们叫做什么玩意呢 中常会 中常会 不是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联政会还要来处理 这是当天的这个事情 如果他只要一旦承认 当然误网误众 可是一旦承认这种事情 你就是看你国民党的一个执行力 共犯是谁 只有卢渣这一件吗 查不出来吗 特殊组不查 国民党还要不要查 国民党不查 马英九党主席查不查 你可以说我今天拼了 我这个主席我不干了 非要水落石出 今天你能不能为整个的台湾 往前进展做到这第一步 这是刚刚这个北院裁定的 最主要的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么而且事实主任被告 有勾窜共犯证人之鱼 所以裁定的这种收押 这是已经目前林医师 已经在这个收押之中 我们现在问的一个问题是 真人够够 那么陈启祥 他就是一个行贿者 陈启祥所作所为 那么法律上自有一些的认定 可是林医师 真人够够 凭借什么 你们在地方上也都知道 徐中央在地方上也都知道 能够这样子真人够够 一次六千三不够 现在再来一个八千三 大家看看这个八千三 再加两千万 那种 你对方能够赚多少钱 我就是要这样子 不然你要试试看 那对方讲说八千三 你说个数字 真人够够凭借什么 一个当过执政党 在党团的不过政策会的执行长 当了一个行政院的秘书长 才当了四个多月 凭借什么东西 林医师为什么敢胆大妄为到这样的程度 只不过是一个行政院的一个秘书长 讲起来是个大官 但是也没有那么不得了的一个官威 但是敢膨胀到这样的这种程度 你不是经常在马英九身边吗 你不是经常听到马英九是痛恨 这所有的贪腐之人吗 你还敢用这样的方式 当林医师收到六千三百万 他已经把马英九放在哪里 踩在地上 当林医师还继续去所汇八千三百万 但是看到马英九在谈这些事情 说这个人是谁 讲难听的话真是糟糕透了 如果你马英九总统 连林医师这号人物 这种嘴脸都可以踩在你头上 拉屎拉尿 你还治理什么东西 你还能反弹什么 这就是今天 这一个政府 民众之所以在2008让你执政 2012再让你执政 你会让这一种的嘴脸的人物 胆大妄为在你头上 你凭什么再继续告诉社会大众 说你要反弹 这是林医师在今天所发表的认错道歉声明 他讲说我下定决心要回悟啊 未来把不乏所得全数缴交 投身社会公益啊 希望能够弥补他的过错于万一 好吧 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对不起 我们新闻夜总会讲脏话的最高标准 只能讲到狗屁 这是不是叫做狗屁 我讲两个字不通 还把不乏所得愿意捐出来 不乏所得要缴回来 哪有什么捐出来 还要罚 我真的要问你们自己在 因为林医师在你们党内当过你们的副主席 他也是你们的政策会的执行长 他是你们的大党边 立法院的大党边 所以整个的在一个你们的国民党的内部 你们真的完全不知道他在地方上有些什么样的作为吗 说真的 义士以前在国民党是一个青年的样板 我讲真的 他为什么能够当副主席 因为我们当然副主席 因为他是青年团 当时有一个青年团 怎样样板 他就是年轻人 马庄总上来第一任的青年团的团长 所以他已经被经过很多的检验是不是 最起码是国民党过去 国民党能够让人家觉得是不到40岁能够坐到这个位置 虽然他是传统派 清年样板 青年的样板 青年跟青年 是 不过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当了四十几年的国民党党员 而且我常常跟大家讲 国民党现在让我很失望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说国民党想变成一个选举机器 我常常讲政党之所以成为政党 一定是有理念才变成政党 如果变成选举机器代表没有灵魂的政党 对不对 只要我有选票就好 那你要选票别人也要选票 我其实最痛心就是国民党忘了孙中山 孙中山讲什么 孙中山先讲宣传 先讲主义再讲宣传 所谓主义 你现在讲到孙中山 我们想到都是那一点 我现在想到都是那一个 四个小朋友 孙中山当时选举 当时搞革命 第一件事情是主义 这才能号召同志 叫做志同道合叫同志 可是如果一个政党忘了这个精神的时候 他会找到怎么样的人 你告诉我 可是林毅是因为他是从传统的派系里面 跳跃到这个台面上 马总统青年团第一届的总团长 当然我们的副主席 这几乎就是国民党的指标人物 所以他也许先前还算OK 后来官位越来越大以后 他改变了 不知道 以前是被界定为地方派系 因为以前叫做样板 因为一个政党如果失去理想 你找了党员如果没有理想 你职位糟糕不一定会 林毅先生去检验 林毅市是不是一 我们从第一个林毅市 马英九讲的那个话 会让人家听不下去的原因是 因为用林毅市不是指正团队 林毅市的所有位置都只有一个人在用 就叫做马英九总统或马英九主席 秘书长 不要看他在行政院里面的位置 是不是陈聪用的吗 不是 当时就是马英九指定的 那个是公开的新闻 秘书长在开行政院会的时候 部长是坐两排的 正中间只有三个人在坐 院长 副院长 秘书长 这个位置多大 所以林毅市讲的没错 行政院只有三个人上班 坐在正中间的 再过来首席副主席 也是天天跟马英九要见面的 大党边的指定者要去处理 所以我今天有一些 刚刚讲的马金很讨厌的人 今天马金一直很讨厌的一个人 一定会说就是王金平院长 一直说我黑金 现在我才不黑金 就叫国民党里面的黑金 王金平绝对 就马金在冲击 王金平黑金 王金平想说你们用的人 先站出来讲清楚 所以马英九今天应该要反省的是 你怎么会是这样的用人眼光 再跟我讲林毅市 你不要讲立委 他在2月6号当秘书长 短短的36天之后 就发生了陈启祥这个 目前检方所指控的 所汇8300万 短短36天 到现在为止 他做这个秘书长到今天 至少如果辞职是160天 他做了162天的秘书长 才一上来当个官 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又威又福 那后面这100多天 而且出事了以后 他还觉得 他怎么觉得自己可以盖过去 可以盖过去 可见他是多么的自信 对他的权势是多么的有把握 对马英九会cover他 或陈冲完全会被蒙在鼓里 是多么有把握 所以现在马英九还讲这话 马英九现在应该做了一件事情是 赶快去查出来 这么大权力的这160天 林医师所经手过的所有案子 不然到时候你跟着媒体在赛跑 媒体再报一件再报一件 马英九连最后的青年的哲学部都没有了 变成裸体在街上跑 我还更怀疑的就是 只有这160天秘书长任内需要查吗 他以前在大党边的时候要不要查 他要收贿只会收陈启祥一个人吗 这我们的就是讲白了问问题吗 合不合理的怀疑吗 我觉得马总统在政治责任上面 要概括承受 但是你说他想马总统会cover他 我想林医师很清楚知道不可能 所以他想要自己来cover 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 林医师觉得他可以过关 所以他可以欺上瞒下 可以瞒天大谎 这个我们待会来讲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 马总统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说我们大家用人小心一点 这是个教训 我们大家以后更加小心谨慎 这个人是你 只有马总统能用 是你要小心谨慎 只是这样子一个情况而已吗 你从头到尾 把门拿掉就成立 我将来用人 不要我们啊 把门拿掉就成立 这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刚刚讲说 要讲那两个字的那个问题吗 那个门大家都背书了 用我就好了 我们也想让我们一起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